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 觉不觉得队长最近有点古怪 比如 先是千年不遇的出门看电影约会 然后又当众开聊 经常出门 车都洗得清 你这么一说 队长最近确实古怪 对吧 是吗 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 对吧 队长最近 爱喝水了 电竞圈的男人啊 喝喝 我想静一静 我去 许太文出事了 看这一个 卧槽 许太文 有数有真相 虾南火化精 有数有真相 买买买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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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引力知名是谁啊 DQ5打野睡粉实锤啊 今天供花柳市场买回来的小猫 开心 仿佛有了羁绊 也有了寄托 这引力知名倒是谁啊 这不会就是那个被 嗯 的粉丝 还给买衣服 怎么没粉丝跟我买衣服 因为你没有粉丝啊 但是我要你啊 哎呀 哎呀 渣男 果果你疯了 为什么要相信黑子啊 那这个给引力知名点赞的果果又是谁啊 纸张 还能是谁 当然是引力知名本人一个人 啊 还能这样玩 许太文不是天天在直播间 说她和女朋友宁佳琪有多么多么的好 又要在微博秀恩爱 也不知道是哪一次 成为了鸭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妹子被逼急了 直接爆发了一波 阿Q二连定向爆破 直接满血带走 好 你们怎么这么八卦 他还说其他战队OPL水平臭呢 我觉得我被地图炮了 胖爷上一周才在训练赛把他吹得螺旋升天 老K在野区把他支配得瑟瑟发抖 他跟我说别人OPL水平臭 这个真的不能忍 不能忍 又有一条新的爆料 准走 我是DQ5战队的工作人员 呵呵 DQ5战队本来就是韩国人说了算 他说往东队友不敢往西的 其实上周打我们ZGDX战队的时候 傻子都知道这么抓 其他几条线根本打不过 但是还是这么干了 为什么 因为睡粉怪恨 ZGDX中单那天关于电影院的事情 不帮他说话 为什么这么狠 还不是因为他们俱乐部的队员 对于他太过于百依百顺 他就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 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 他就不习惯了 你看看 小张 不能一棍子打死了 OPL也有好的韩元 教皇 插棒 还有李恒硕都不错 嗯 这种事儿 跟俱乐部纪律性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 无论拳华班还是韩元 你再开锐队地按照规矩办事 DQ5春季赛打得是不错 但也就是昙花一现 从他们俱乐部 开始默许许泰伦乱来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完了 现在OPL像DQ5这种 管理层都压不住主力韩国人 话语权的俱乐部 可不止这一家 这种歪风邪迹要是再不改 OPL才是真的要完 完蛋了 早就该管一管了 如果国内的俱乐部 都能够好好反思一下韩元问题 那么他被曝出丑这件事情 未必是件坏事 这个圈子早该租进了 真是郑亦敢爆破